判逆是經歷太多無法承受 這七個月時間 劉振鋒跟著慈濟志工排練 父母恩仲男報經手語音樂劇 他發覺原來自己會流淚 我想起當時我爸爸過世的回憶 當時我才四年級 就是我們現在的九歲 當時我也是還不懂什麼是葬禮 所以根本都沒有流到眼淚 就是走就走 劉振鋒的爸爸五年前往生 留下他們一家五口 生活在大馬笨真的語村 媽媽靠著剝蝦殼打零工 接受慈濟補助後 也鼓勵劉振鋒到人文學校上課 他的人生父親永遠缺席了 但慈濟志工彌補了這一塊用愛輕柔的填滿 帶新聞珍珊美志工拿下綜合報導